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来关注美国跟中国在外交上的抗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五天的非洲访问 中国马上向非洲招手 星期一由习近平亲口宣布向非洲提供10亿剂的疫苗 再派1500名公卫专家协助非洲抗疫 而中国透过一带一路大力投资很多国家 他投资了加勒比海的岛国巴贝多 最明显的新闻点就是巴贝多在周二正式脱离了大英国邪 那么甚至连美国后院的中美洲洪都拉斯 他是我们台湾的友邦 现在刚当选的是亲中国的女总统候选人 卡斯楚在周日进行宣告当选 这位自行宣告当选女总统候选人让人相当关注 他组成的新政府将来在两岸之间的外交选择会是什么 一起来了解中共的动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刚结束非洲访问 中国就张开臂膀积极巩固与非洲等友好国家的关系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晚间在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视讯会议上发表演说 除了表明要深化双方合作 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外 更借着全球第四波疫情再起的机会 向非洲国家进一步推展疫苗外交 我宣布中国将再向非方提供10亿剂疫苗 向非洲派遣1500名医疗队员和公共卫生专家 习近平更以中国式的价值观拉拢非洲国家 要手牵手抗衡美式民主自由价值 除了积极拉拢原本就关系密切的非洲好朋友之外 中方更致力于敲动英美国家的墙角 例如曾经隶属大英国协的加勒比海岛国巴贝多 2019年与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后 不但获得大量中方制赠的平板笔电 更传出在中方游说下决心切断与英国的关系 周二起正式改制共和 人口约28万的巴贝多 与英国有长达400年的殖民纽带联系 1966年宣告独立后 仍然奉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 此次改制共和虽然切断与帝国的联系 但首任总统仍由英国派驻巴贝多的总督梅森担任 英方也保持风范 由王处查尔斯代表女王官礼祝贺 查尔斯在典礼上的发言 不忘隐晦提及英方的扶持与贡献 英国媒体忧心 北京透过基础建设与低息贷款 对巴贝多的影响力逐年扩大 不但可能把巴贝多变成小中国 此次巴贝多脱离大英国协 更可能引发亚买加 以及部分加勒比海和印度洋的岛国 甚至是纽澳与加拿大跟进 对英国的全球影响力带来负面效应 不仅英国的墙角被敲松 由美国后院支撑的中美洲第二大国洪都拉斯 在周日的总统大选中 曾经表明有意与中国建交的反对党女候选人卡斯楚 因为得票持续领先 已经自行宣布当选 尽管目前当局尚未公布最终的选举结果 但面对与我国关系友好的执政党 现任总统叶德南兹 上月中还曾亲自访问台湾 此次选后该党恐将无法继续执政 外界关注新总统上台后 会否改与中方建交 结束与台湾的关系 中南美洲应该说一直被美国视为自己的禁栏 认为是美国自己的后院 所以这个地区如果跟中国的关系密切 对美国它认为是一种威胁 美方此前曾经公开向宏都拉斯的总统候选人喊话 强调无论是谁当选 都希望能继续与台湾维持邦交关系 纽约时报分析认为 宏都拉斯虽然有可能变天 但在旧体制难以撼动 以及保守派牵制下 新总统想要改革恐怕会是雷声大 雨点小 北京则是乐见美国后院变天 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没有前途 我们愿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发展同世界各国的 友好合作关系 就像美国在中国周围的印太地区 以及欧洲推进共同利益 中国也在美国后院与非洲拉拢朋友 美中之间的角力 方方面面都显现 TVBS新闻综合报导 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